0 深水的阿卡系组大学的物理教授 人道中年依旧单身 存款为零 负责的新能源研发项目粒子加速器都用上了 却迟失没有突破 投资人间同学阿桑要把他换掉 阿卡接着扬言要报复 夜深人静之时 他就让老朋友胖子找来一位黑客小哥帮忙 盗取了整个城市的电力 进行最后的实验 他把自己关进实验舱 简直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粒子加速器意外打开时空裂缝 阿卡被带到另外一个时空 询问路人 原来这是1991年的11月22号 阿卡为什么会来到20年前的11月 是和一个女人有关 1991年的11月 夏花珍妮找到阿卡补席屋里 一场短暂的爱情就此发生 这也成了阿卡永远的痛 阿卡在实验舱里的时候 刚好在想着珍妮 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 他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必须帮助年轻的自己 学校正在举办告别晚会 阿卡蒙上纱布溜进实验室 熟悉的场景一进入眼帘 珍妮主动表白阿卡 吓得阿卡不知所措 他从未敢奢望过和珍妮谈恋爱 夏花还想穷小伙 这不科学啊 珍妮犹如一团火焰 现在就要把阿卡点燃 阿卡二号看得津津有味 珍妮离开实验室 准备上台表演 阿卡一号得意往生 阿卡二号出现在他面前 一号惊得目瞪口呆 二号告诉他 我要改变咱们的人生 你必须听我的 听到记得未来如此悲惨 阿卡一号更害怕了 二号指的胖子说 这个人是你未来20年唯一的朋友 二号告诉两人 未来20年会发生的大事件 房价的走势 股市的起落 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会被珍妮前男友吉克带上舞台 他们会当众羞辱你 二号手把手的交道 如何避开错误 掌握主动权 阿卡一号找到珍妮 告诉他 接下来杰妮会带来两杯下了药的香槟 从我身边抢走你 不行我们验证一下 果然杰妮带着两杯香槟走来 珍妮让杰妮把香槟喝完 要笑来得很快 阿卡一号指的远处的西班牙人说 她就是那个可以给你金钱和地位的人 你会跟她说成为超级模特 但现在不用了 我给你想要的一切赚得花不完的钱 珍妮却说 即使你一无所有我也会爱你 连身情拥吻 二号的身体开始消失 阿卡的未来可能真的被她改变了 阿卡二号醒来 发现自己住的豪宅 时间是201年的11月22日 打开电视都是她的新闻 她已经是巴西首播 一个女人出现在面前 却不是珍妮 杰克成了她的助理 原来阿卡二号进入了阿卡三号的身体 三号应该就是被她改变命运的阿卡一号 一号利用二号给她的信息 走上了人生巅峰 但金钱让她迷失 她结了四次婚 把珍妮送进监狱 还抢了胖子的老婆 成了能水无情的阿卡三号 现在阿卡二号占据了三号身体 她必须做点什么 首先就是补偿珍妮 把她从监狱捞出来 接着出钱让阿桑造一台粒子加速器 主动和胖子求和 一要头帮忙 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 一切准备就绪 阿卡二号穿上宇航服进入实验舱 她满脑子想着1991年11月22日 穿越时空裂痕 再次来到20年前 抢了辆车赶到晚会现场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萨花已经离开实验室 贫穷把阿卡二号 正在接触阿卡一号 我们就叫她阿卡四号吧 二号出现在他们身后 阿卡一号当场被吓晕 阿号告诉四号 阿卡人生被改变后的结果 真的不要再徒劳了 四号不愿意救死罢手 阿号拿出手枪对准了她 一号生来小几条提醒自己 要她上台公开两人的感情 阿卡拿起话筒激情演唱 开翻全场 正当二号以为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时 胖子却又穿越过来 擦上一脚 他和四号合伙 把二号绑了起来 两人还是要改变阿卡的人生 阿卡刚喝下 杰克下了药的酒 两人及时赶到 带走了阿卡和珍妮 二号在仓库里挣扎 遇到了同学阿桑 他用一部iPhone证明 他来自未来 并和阿桑做了一个交易 五人在仓库相遇 一号又被吓晕 二号偷袭胖子和四号 并把他们绑了起来 现在只剩下二号和珍妮 二号结识 他来自未来 此刻我们身处 量子悲论之中 想要终止量子悲论 必须回到已经发生的 时间通量 也就是说阿卡今晚 必须被羞辱 真妮必须离开他 去见那个西班牙人 然后成为超级名模 阿卡无意间制造了 时间机器 造成了时工受乱 如果不进行纠正 整个人类就要毁灭 真妮询问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阿卡 二号回答 2011年11月22号之后 量子约定20年后再见 一号寻来 看着二号正在 问自己女友 有点懵 真妮问别一号 说你会是个了不起的人 回望二号 说你会是个 值得等待的人 真妮按照二号的吩咐 叫来承认 给一号交上蜂蜜 撒上羽毛 亲自给他挂上狗牌 阿卡一号被全校 学成耻笑 和20年前的现场 一模一样 难受未来的三个人 全都消失 幸运的是 二号穿着宇航服 回到了最初的实验室 回到实验室 第一件事 就是销毁所有文件 确保没人知道 时间机器被发明 与此同时 名模正妮正在 社交网站A的宇航员先生 阿卡一路狂奔 赶到机场 这妮等了他20年 接下来的日子 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胖子感叹 可惜我们还是没钱 说话间 一连加长宝马 停在他们面前 亿万富方阿桑赶来 给他们送钱 原来二号告诉了 阿桑房价走势 股票起落 以及金融危机 爆发时间 阿桑成了帮他们 利用时空信息差 赚钱的人 阿卡尝了真正的人生影响 抱得美人归 电影到此结束 不知道你又没有被造晕了 穿越时空改变命运 完成之后 发现不满意 回去再修改 如此逆天的操作 实在让人佩服 但是呢 这部电影最大的bug 不是时空叹缩 也不是量子卑论 恐怕是笑话 怎么会爱上穷小伙 还主动表白 这不科学呀 等于是互通话题 如果可以穿越